欧洲史 第十二章 迈向统一的欧洲 幻想破灭的欧洲 1992到1996年 正当西方仍然认为加速欧洲建设将作为大陆统一的模式的时候 却有着各种威胁压向了中欧的稳定局面 在欧洲大陆已经绝迹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又重新出现 南斯拉夫的形势突然使人想到了这个地区内错综复杂的民族状况 这里的国家都是人为的建立起来的 1.重新燃起战火 自八十年代初 南斯拉夫便受到了对立的民族主义所困扰 在北部 斯洛文尼亚和科罗地亚希望重返西方 这两个共和国是联邦当中最发达的 居民大多数都信仰的是天主教 和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决裂 是他们一向的梦想 当斯洛伯丹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掌权 并极力地把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民族主义集合在他身后之后的时候 联邦的结构已经显示出了明显的颓势 斯洛文尼亚人是首先脱离联邦的 1991年7月跨过了决定性的阶段 虽然没有联邦一级的协议 但是斯洛文尼亚和科罗地亚同时宣布独立 由塞尔维亚人指挥的南斯拉夫的联邦军队 立即试图干预 斯洛文尼亚在种族上是清一色的 他很快排除了塞尔维亚的威胁 在克罗地亚事情比较复杂 实际上在克罗地亚的克拉伊纳和斯拉沃尼亚地区 有大量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的聚居 在那里宣布建立只有米洛首维其政府承认的 塞尔维亚自治共和国 西欧在前南斯拉夫的命运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英国人和法国人希望建立联邦的方式解决争端 德国人则促使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西欧在1992年1月最终承认了这两个新国家之后 请求联合国维持欧洲谈判各方最后达成的停火 便显得非常必要 当兰奎部队进驻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中间地带的时候 另一场悲剧又在酝酿之中 被承认为享有同等权利的民族 穆斯林在全国人口当中略占多数 他们力求建立一个波斯尼亚国 此举得到了美国和许多伊斯兰教国家的支持 阿利亚伊泽特贝哥维奇 因而成为了欧洲唯一的穆斯林国家的元首 但是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坚决不承认他的权利 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自治共和国立即宣布成立 由极端民族主义者拉多万卡拉继奇领导 征集并建立了民兵部队 由塞尔维亚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装备 并由前南斯拉夫军官拉特克姆拉迪奇将军指挥 这支部队面对波斯尼亚微弱的军队轻而易举的取得了胜利 首都萨拉热窝和穆斯林占多数的主要地区 都与外部世界隔离出来 为了保护居民 联合国向波斯尼亚派遣了新的兰魁部队 其中有很多是欧洲人 南斯拉夫的战争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除去死亡几十万人之外 还有无数的难民永远的失去了家园 在铁托元帅建立的联邦之内 如今有五个国家 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 马其顿和一个包括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小小的南斯拉夫 在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燃起战火的时候 西欧显得非常稳定 但是这种稳定却部分的掩盖着正在实现的联盟的缺陷 联盟在世界新秩序当中不能表示它的声音 这还是它微不足道的缺陷 海湾战争以及南斯拉夫危机 才是其软弱无力的最明显的证明 当1990年8月2日 萨达姆侯赛因因入侵科威特 并威胁到沙特阿拉伯的时候 西欧的石油供应处于危险之中 有些欧洲国家在这一地区还有许多利益 而巴格达是其中许多国家突出的贸易伙伴 有50万人组成的庞大的军事同盟 要把伊拉克人赶出科威特 实际上主要是美国的同盟 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战斗人员参加了军事干预 但他们的人数很少 肯定对于胜利所起的作用也是无足轻重的 危机过后 美国对近东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1993年 以色列和巴结组织之间的和平 也是在华盛顿的压力和保护之下实现的 欧洲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开会地点而已 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加强了同盟 大概能使旧大陆更具有影响 但是在这方面意见分歧很多 法国和德国组成了共同的武装力量 于1992年成为欧洲军团 因为比利时西班牙和卢森堡都参加了军团 但是这还远远不是共同的部队 在欧洲政治联盟还未能建成的时候 各国人民对欧洲建设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表示怀疑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便成为了一种催化剂 出现既明显而又出乎意料的拒绝态度 1992年的6月2日 丹麦人民举行了全民公决 决定是否批准条约 结果以微弱的多数予以否决 1993年的5月18日 丹麦人民又重新投票表结 才最后获得了通过 丹麦危机也震动了其他的成员国 在法国辩论变得异常的激烈 密特朗总统决定组织公民公决 1992年的9月20日 法国人民以51.05%的赞成票 接受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这样的微弱多数说明一个国家在欧洲问题上的分歧 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疑虑 各国议会往往以冷漠的态度批准条约 德国人在他们处于国家分裂状况的时候 热衷于欧洲的统一 此后便对欧洲建设究竟有多大好处持怀疑态度 如果说法国担心会依附德国的货币政策 莱茵和彼岸则担心丧失享有微信的德国马克 而出现一种效果不明显的外汇 1995年采用欧元的名称代替欧洲货币单位 丝毫没有鼓舞起欧洲人的热情 因为采用欧洲货币必须采取预算紧缩的措施 使很多人担心向货币联盟过度会损害社会成果 另外严重的货币危机也使欧洲货币体系变得脆弱 1992年的9月英镑和意大利的里拉只好退出了欧洲货币体系 1993年的夏季 法国法郎也遭到了严重的冲击 各国货币的疲软推迟了向统一外汇的过渡 最后才确定在1999年 在这样的条件下 要扩大于1993年11月1日变成的欧洲联盟便出现了问题 1992年的12月7日 瑞士选民拒绝本国加入欧洲经济区 欧洲经济区本来是准备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各国加入未来的欧洲联盟的 两年之后 于1994年的11月28日在挪威举行的全民公决 是1972年4月5日全民公决结果的重复 在挪威人的历史上 他们第二次否决加入一体化的欧洲 对这两个富国来说 决定性的因素是担心要为联盟最穷的地区付出代价 尤其担心丧失本民族的文化 这些失败并没有妨碍联盟 于1995年1月1日吸收三个新成员国 瑞典、芬兰和奥地利的加入 使欧洲从此成为15国的欧洲 这些国家经济比较稳定 他们结成一体并不是十分困难 对于其他申请加入联盟的国家来说 情况则大不相同 长期以来土耳其便一直在敲欧洲的大门 而在许多方面 它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让土耳其加入欧洲 有可能引起无法控制的移民潮 除了欧洲各富裕国家的这些成见之外 还有多少世纪以来希腊所抱的敌视的态度 另外 虽然塞浦路斯和马尔他长期以来 便是欧洲的伙伴 但是摩洛哥则被看作是非洲或阿拉伯国家 1996年有三个申请加入欧盟的中欧国家 是最有可能扩大吸收的对象 就是波兰 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 不过他们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当中挣扎 这使他们加入欧盟成为了问题 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障碍 1996年15国首先考虑的是设法满足 于1999年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经济财政标准 可是在这个期限之前 不到三年的时间里 很少几个国家具有过渡到单一货币所必须的各项标准 经济危机使这样的严厉要求所设想的限制很难实现 欧洲各国政府一般都是负债累累 以应付由于增长放慢所造成的国家收入不足 福利国家只能勉强的维持生存 紧缩政策很不得人心 选民往往在政治交叠当中寻求不能肯定的解决危机的办法 各国领导人极力疏导公众的不满情绪 但是他们从此却成为真正的信仰危机的牺牲品 在东欧和西欧的多数国家莫不如此 长期以来 意大利便被腐败的政治家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保持着联系所侵蚀 他首先起来消除腐败的阶级 在舆论支持下 意大利法官掀起了连结运动 控告许多政客以及企业家贪污行贿 从来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领导阶级 被司法机关清除到了这种程度 这种气氛带来轰动一时的重新组合 1994年非常受欢迎的电视台的老板 希尔维奥·贝罗斯科尼组成政府 自解放以来 新法西斯主义者首次进入政府 两年之后 1996年的5月 政府的更迭又是前共产党人掌权 在西班牙 起源于弗朗哥主义的右派 长期被排除在政权之外 于1996年3月终于战胜了 执政14年后的已经衰弱的社会党 这种衰退现象也在法国重演 自1981年 也就是控制政治生活的社会党人 在1993年议会选举当中遭到了沉重的失败 两年之后 戴高勒派的雅克·希拉克接替了弗朗索瓦 密特朗任共和国总统 在欧洲范围之内 在政治上翻过新的一页 到了1996年 在80年代的领导人当中 只有赫尔木特·科尔仍在掌权 在20世纪末冷战结束之后 出现了令人惊异的边境开放 真正的经济和文化全球化也就随之而来 今天任何人再不能孤立的生活下去 对欧洲人来说 向全球开放是从并不一定最稳定的近邻开始的 如前苏联、地中海和近东 在欧洲人的心目中 这是未来的诸多疑问的根源 北非与欧洲仍然有着密切的联系 有几百万的马格里布人在欧洲大陆生活 主要是在法国 有的也居住在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 这些北非人往往受到公众舆论的排斥 在失业现象严重的时期 却有大量的外国人拘留 舆论感到难以接受 尽管如此 他们依然是与某些国家决定性的联系纽弹 而这些国家为了生存是非常依赖欧洲的 可是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 马格里布地区也处于危机之中 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教的突进特别明显 宪政权没有能够重建自1992年便陷入内战中的国家 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拒绝由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 在卫星时代由法国和意大利电视台传播的西方模式 在英国印度裔作家萨曼拉什迪 因为在他的一部作品当中亵渎了伊斯兰教 被伊朗判处死刑 欧洲的知识分子以思想自由的名义为他辩护 在远东 由于和平进程进展缓慢 从而引起了暴力升级 欧洲感到非常不安 可是在一个处于美国影响之下的地区 欧洲不能使人听到他的声音 美国在本世纪的全部历史当中 始终扮演着旧大陆的合作伙伴 和竞争对手这样模棱两可的角色 他们对在自己眼前建立的欧洲联盟感到满意 因为这给欧洲大陆带来了稳定 而美国在欧洲起的仲裁作用 像在波斯尼亚那样 在一直受孤立主义诱惑的舆论看来 显得代价变得寓意高昂 华盛顿以赞许的目光 看待欧洲终于能够掌握自己的政治命运 这是肯定的 可是美国极力阻碍欧洲经济力量的上升 因此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组成了北美自由贸易联盟 这样便在北美建立起了一个共同市场 在20世纪末 亚洲也像美洲一样 起来与欧洲竞争 继60年代和70年代的日本之后 远东的许多国家在80年代也成为真正的工业和金融大国 韩国 中国 新加坡都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 其生活水平已与西欧的生活水平接近 在远东 东南亚国家联盟作为可与一体化欧洲相比的经济区开始运转 1996年的春季 欧洲和亚洲国家领导人在曼谷聚集一堂 考虑两个发展与繁荣地区相互合作的问题 不过双方的分歧依然存在 与过去不同的是 亚洲人已不再注意欧洲的论调及其文明 亚洲从自身经济增长当中找出了适合于本地区发展的模式